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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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到第三年的时候 让我产生了创业的梦想 我有国外的客户的资源 有化妆品货源的资源 然后我就想把他们结合一下 创业怎么样 初期算成功 前三个月吧 我自己独立开发了两家客户 一家是奥斯的 一家是哈萨克斯坦 然后总额做了十万美元左右的出口 你有多少利 百分之二十五 后来遇到金融危机了 国外订单大幅度减小 后来我也囤进了好多货 望着满屋子的货发愁 当时淘宝网或者说国内的电子商务 发展得很好 建立了一家淘宝普通店 集市店 就是卖这些化妆品 就是卖咱家囤的那些货 是的 怎么样 淘宝店开的怎么样 从初期一直到中期 很成功 囤货都卖出去 并且让我获得的资金 源源不断的再去进货 我自己有一个四人的小团队 第三年我的网店遇到那些瓶颈 什么瓶颈 营业额发展不上去 我总觉得自己缺点什么 然后我就分析 缺什么 第一 我缺少电子商务的专业知识 第二 第二 我缺少团队 第三 我有在大型企业工作的经验 但是我没有在大型互联网企业 或者电子商务企业工作的经验 那桃宝店还开着呢吗 目前还在营业 那四个人呢 还都在 还都在 你走了 那四个人呢 现在已经用不着我了 那个店还开不开吧 开 假设你再去了剧美优品 你不觉得这事挺吓人的吗 剧美优品的员工 开了一个淘宝店 也卖化妆品 来 用一二三阐述一下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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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化妆品店 已经我没有任何的工作精力 投入在他身上了 就是说我可以完全自由吗 目前已经完全的 承包给了我的员工 第二 第二 我 既然我选择了一个企业 我就会百分之百 甚至百分之两百的精力 投入到这份事业当中去 拿它当成我自己的事业 第三 如果去个剧美优品公司 剧美优品现在是一个 正在快速成长期的 一个高科技会议网公司 我想陈总的公司 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多 我呢 我想陈总不会给我这样的精力 再去做个人的事情 好吧 这里倒是 我这个应用数学的背景 所以说话就外 一二三 原则性很强 因为莫斯科大学 它是一个非常不错学校 你学识应用数学 它请说前段时间 你的网店做得很成功 所以以数学来证明 什么叫成功 而且你怎么把数学 应用到你的成功经验里 来 好的 陈总 我给您提供几个数据 第一 我的网店的课单价 大概是两百元左右 每天的PV 大概是三千左右 这个并不高 但是我的回访量 有百分之五十 有效IP 有三百左右 就是说给您提出数据呢 说什么呢 就是说我这个产品 老毛的抓握住 把握住老顾客 基本我的店里都是回头客 所以这个是支撑我做到现在的一个原因 我再说一个数据 就是我的营业额 从最初的名发展到现在 年销售额一百七十万左右 我的有效客户 从最初的名发展到现在的 一万五千人的规模左右 每个方是三百用户对吗 三百IP左右 三百IP转化率是多少 转化率是百分之十 十左右 转化率对 你做是单品吗 是一个单品吗 我一开始是做了一个 单一品牌的 后来呢 慢慢综合到是多品牌的 多品牌 现在我主要以 中版化妆品为主 我现在是C店 我有一个感受 就是邵丹有一个特点 就是邵丹属于一个 你是不是属于性格 挺谨慎的一个人 少老师没错 截止到目前为止 你基本上没说错过话 你用的方法是 降低说话速度 要确保每一句话 说的都是准的 所以你是很在意 在这样初步交流的时候 我的每句话要准确性 对不对 他非常好 他是学理科出身的 应用数学 非常严谨的 他一开始上来 就为自己家乡做了一个广告 挺好的 就是愿爱自己的家乡 将就愿爱自己的事业 愿爱自己的公司 然后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经营淘宝店这么长时间 你真正的几次跨越 是做了什么事情分别 就比如说从一天 一千涨到五千 从五千涨到一万 做了什么事情分别 我刚开始做的时候 我有若干的竞争对手 他们都高高在上 我是在下面的 我第一通过价格优势 因为我没有成本 我的家就是我的库房 我不用雇人 没有雇员 没有雇房 成本低 用价格优势 第二 当我到达一定台阶高度的时候 我可以发挥 我对产品的理解优势 和货源优势 我把我的产品线 做得更长一些 把我的用户的面 做得更加的广泛一些 我可以 当我到达一定高度的时候 我可以投入 我可以做广告 我可以搞活动 所以我的店 会做得越来越大 我在去年 也是伴随着淘宝 往整体做活动 我们经过 我们团队的精心策划 我们最后做到了 单日营业额 3.9万元的一个成绩 这个对于我们 这个皇冠级别 或双皇冠级别的 卖家来讲 已经判多了 好 职位 咱别光说 想要去电商企业 想什么职位啊 我想应聘的职位 是产品运营 高级经理 或者副总监的职位 我给你出个难题 就接下来 咱们如果进入到下一关 还有很多量 我给你出个难题 稍等 咱们在第三个基础 往前更进一步 咱们所有的问题 都得刺 大半刺才能结束 好不好 来 12位 先突始判断 稍等市区之流 选择 谢谢大家 我们要去的是电商企业 他没说他只是电商企业 那个 我能问问你吗 你不能问 稍等我给补充一点吗 比尔盖茨说过一句很简单的话 在未来 要么无商无物 要么电子商务 所以我认为 今后的每一家企业 或多或少的 都和电子商务要有关系 你们举个例子 严藤老师我非常喜欢您 在来之前 我特意去了一家 那个天津新开的分店 我非常喜欢那里 但是呢 我不知道现在咖啡之意 有没有有关电子商务的 一些企划和安排 我在之前呢 我做了一个很简单的 一个工作建议 建议就是说 往电商这边发展 当然我不是说 您是毕竟是传统型的餐饮企业 把它的一个分支 做在电商领域 怎么做呀 我可以说四点吗 就是说对咖啡之意 对尹松老师有帮助的 来说四点 第一 会很好的宣传 您公司的产品 包括新产品 第二 会增加咖啡 附加产品的营业额 比如说咖啡壶 咖啡杯之类的 这是第三 第三 您可以在网上增加一些 留会券啊 打折卡啊 带机券啊 来增大您的客户的 用制度 第四点 我确实准备个第四点 当然想起来可以这样 你说你招了我一刻 我才告诉你 第四点是绝招 对吧 你问我第四点绝对有 我下一会给您出示 我打印的那张A4纸 上手写到吧 太热了 那等一下 我跟你说 放松一点 我认为你刚才说的那三点 就挺好的 我先说一点 因为确实学数学出身的 因为我自己 初期也是理科这个背景 在长期受这种严谨的 数学训练的逻辑下 你会容易在表达和思考的时候 先把自己装在一个框里 对吧 这种时候呢 要注意 因为世界并不是只有 零和一和数字组成的 对吧 它其实是需要 它是很变化的 要有一个弹性 在后面的交流中 不用特别刻意的去 尽管少年老师对你有要求 不用太刻意 对对对 那反而会限制你的表达 有点弹性 对对对对 这种呢 就来这样 这就是老师对我的批评 我取消了 一二三次取消了 非常大 你爱说几说几 是的 俄语学院 俄语专业的同学 来欢迎 四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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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语学了几年 四年 四年 你也学了四年 你们就用俄语交流吧 随便爱聊点什么 聊点什么 从你开始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我的名字 我叫你 非常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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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 请问 多少年 你学了俄语语语语语语语 七五六八 até indications 六年级 两个都 没关注 一关 剧 立场 三十五年 对 三十五年 三十五年 了四年 六 시간이 十六年 一夜 进 depart 下 可能 我想或议找你 我带一年大三的时候 我们学校去交流向母 不过莫斯科国立大学 我们是新闻学院 我在拖毛 可以了 你说了 我就觉得他问及答的都还挺好了 在俄语里他说了几条,他特别说一二三嘛 他刚才在拿俄语里 他刚才没有说一二三 就是我问他第一个问题是 就是您学了俄语多少年 然后哪个大学 他就回答了他四年 然后是在莫斯科国立大学学习的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我觉得您生活了四年 应该可以给我们介绍 一到两个俄罗斯非常著名的风景名声 然后他也是这样说了一个 一个那个 猎灵体育场 猎灵体育场的那个 然后哄唱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女生 应对都很自如 我认为在外国一旦留学 把外语 留学的那个国家的语言学好 我认为是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在一定程度上 这能证明自己的学习能力 交流能力 对在当地的那个融入能力等等 你要是说连这一关都过不了 可能在学习能力上会打折扣 我不知道我这么说 杜老同意不同意 其实我非常同意 因为包括我在我们那个时期回来 你会发现好多同学 其实在国外待了很多年 基本上没有太多的用到外语 至少这会有一个很大限制 就是在国外的环境下 如果外语不好的话 你第一了解不了那个社会 学位的发展 各方面知识啊 这些会有很大的影响 是的 是的 好 俄语不错 再次改变 男子中国成员大学 外国语学的女生 其实上刚我觉得他真的很不错了 因为06年的时候 他就已经回国了 是 6年过去了 他有三年用俄语做外貌的 但是那个也是不一样的 因为做外貌的更多的时候 还是跟中国人沟通的比较多 身边人变成中国语言环境变了 那个是这样 我觉得你做淘宝店 这是很好的经验 但是这个就是经营分析挺重要的 所以你给我讲讲 就是说其他人做化妆品淘宝店 做的比较好的 他究竟好在哪里 他比你强在哪里 我觉得我们巨美优品做比较吧 好 第一 巨美优品的模式 和强大的营销能力 这是他们的真正的核心 第二 品牌选择非常的到位 我认为巨美优品呢 因为它有高中低档 基本上都涵盖了 分析过您巨美优品的一些产品 主要是以宣传品 就是所谓的爆款是无利润的 再加上搭配着有利润的品牌 基本上是以中高档为主 但是价格呢 有一部分的利润空间 主要是走量 主要是以日韩性为主 加杂一份欧美跟国产品牌 他说请对的 少刚 因为巨美优品是靠爆款起来的 因为化妆品是个二八原则 非常重的一个品类嘛 所以我们最好卖百分之十算卖 就降低很多运营成本 这点分析到请单位 陈欧跟他表示出了年后的兴趣 他的这种过程的努力 可能对巨美优品的几个大关注 就是我们好像观摩了一场巨美的 现场应聘专场 所以我想请问的就是 除了巨美 其他的企业或者行业 你会考虑吗 李同老师 我会考虑 谢谢 到了大家做出选择的时候了 选择市区市流 如果你们的灯仍然亮着 主动全到了上单的手里 选择 选择 我们也有电子商务专员 这样一个招聘的一个岗位 明白了 工作地点是 工作地点还是在这家吗 来 五八同城 社长我挺喜欢你的 一些细节可以看出来 你的数字非常好 比如说你的俄语这么多年 还能说这么好 数学 数字能力也不错 我给你提供的岗位 是我们电子商务运营的经理 这个五八同城是一个信息平台 这是原来 我们现在正在大幅度的 把它转成一个电子商务平台 我们要让聚焦市里 咖啡之一 这样的传统企业 把它的店铺开到五八同城来 在五八同城上面 销售给它的客户 所以我们做的是 生活服务的电子商务 是一个全新的市场 我觉得你进来以后 你可以负责一个品类 你叫运营经理对吧 生活服务的电子商务 生活服务电子商务的运营经理 来 具美优品的品牌管理 对 我觉得先要多说几句 因为实际上 业界有非常好的 小化妆品厂 他们有自由品牌 他们有自由的专利技术 但是限于营销 他们做不大 所以我们成一家 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专门从事合作品牌 自由品牌的营销推广工作 我的弱点是C店运营 你的强项是C店运营 你的弱点是营销 我的强项是营销 所以你加入我现在的团队 应该是最为合适的 我给你提供的就是产品经理 用一段时间以后 如果你能达到素质 我成立第三事业部 由你当事业部的总经理 都有经理的职位 但是说的是运营经理 运营经理这出现的叫产品经理 走上前去 把四盏灯给掉 聚焦车油 看见文君 谢谢大家听我听我听 再见成好优手调营 谢谢您 我非常期待海负那个城市 等会儿我给你往里结合 好的好的 好的谢谢您 再见刘卫博 真的想幸福 我想幸福我就走 两家的我再来 去美优典网和五花同城 谈前不长大 谢谢 运营经理话 我们请行是八千 八千 很高兴你留下我的灯 有水平 留的有水平 我给你的薪资也是八千 我想问一下工作地点 都是北京 都是北京 不对 我们是刚刚把运营总部 放到天津的 就在并海新区的MSD 对 所以说你如果选择 进五花的话 你是有机会 在一半时间以后 回到天津工作来 就在并海新区 你刚才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我相信你还会做一个 更正确的选择 思考一下 告诉我们的选择是 剧美有品还是五花同城 还是选择谢谢再见 思考一下 告诉我们的选择是 剧美有品还是五花同城 还是选择谢谢再见 我选择五花同城 我很感谢剧美有品的 全都没有 也很感谢五花同城的姚总 都给我们这么好的 职位和待遇 但是我最后选择 姚总的就是 我非常愿意地加持 我希望在我的家乡工作 而且我已经成家了 非常爱我的爱人 我不想离开他们 这段家乡 我还能够这么愉快 谢谢 我觉得他也太喜欢 谢谢大家